我之前看过有一句这个话说的特别好 他很有趣 他说与其合伙养一头牛 不如自己养一只鸡 我当时看这句话没明白 后来他是说 就是在讲这个创业的时候 说很多人呢 觉得跟人一起做生意 甚至是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 可能都最后出现翻脸了 为了一些利益闹翻了 很多人就觉得还不如自己当干 但又有人说呢 说呢这个叫什么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就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你作为一个社会人 你又必须要跟其他人去合作 那我想问问朱总 您觉得在这个 跟别人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尤其在创业阶段 我们在合伙的过程中 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是他说的也有道理 宁愿当养一只鸡 不愿合伙养一头牛 也和中国人有一个这种 就是宁当鸡头不当氛围 比较符合中国这个什么 有人说十个中国人就是什么 这个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 十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然后和日本人呢 就是说不一样 我倒认为啊 这个看你选择的这个就业也好 创业也好 选择这个行业 他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力量 需要你这个结合 需要一个团队 或者需要你的这个伙伴 你需要他的资金 你需要他的技术 那么但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有人说这个买卖生意是好做的 但是要伙计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这里边就是大家的矛盾容易多 我是认为我们现在呢 这个创业者啊 首先一定要学习善与合作 一定要善与合作 因为现在你面临的竞争啊 基本上是不允许你啊 单枪匹马再去创一开田地了 那个时候呢 要么就很慢 要么你等到慢慢多大的时候 机会又没了 别人已经很强大 随时把你吃掉了 所以说一定要善与合作 那么你合作的对象呢 是一定要优势互补 你的伙伴是资金多呀 还是技术多呀 还是他的社会资源多呀 你要好好分清一下 还是说就是志同道合 大家非常了解 或者大学同学 或者战友 或者是同乡 那么中国的企业往往有时候呢 都是靠亲缘关系 血缘关系 然后组成 最后呢也搞的是四分五裂 也搞得非常不和睦 那么这里边呢就缺少中国人那种坦诚 有时候呢沟通 有时候沟通 或者是说呢成功或者利益呢 很难分享 或者自己呢太贪 那究竟是你合作好或者单向匹马干好 看你选择的这个行业 看你面临的竞争 看你面临的机会 你是不是说你自己就可以 当然自己做是最好了 你沟通成本对敌 是吧 你自己给自己说说就行了 然后两个手一拍 好干 你可以了 他说你要和你的朋友去做 伙伴去做呢 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沟通 甚至呢 大家意见不一样 就丧失了最好的商机 甚至本来就明明看得很好 我知道很多企业 非常好的机会的时候呢 由于内部这个纷争不合 结果就丧失机会 大家没有战斗力了 这是非常多的 在中国是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我个人认为的 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善于合作者 善于合作呢 这里边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你是一个很善于 把社会的各种资源挖过来的人 大家明白吗 美国的资源 欧洲的资源 中国的资源 北京的资源 上海的资源 社会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 你怎样把这个资源挖过来 就是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智慧 善于分享利益 那么罕友呢 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规则讲明白 我在创业的时候 我就没有说 因为那个时候风险非常大 风险太大了 随时我可能成为一个负债最大的人 那我就 在这个风险最大的时候呢 我承担全部的风险 我也没让我的兄弟 或者是入国 我也没给更多人有什么股份 这样的话有个好处 那么就是我担着全部风险 但是现在呢 会员已经相对来讲呢 这个成功 有了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想的就是跟我的这个团队 怎么分享更大的利益 更大的利益 我现在一直在 让他们在 这个 有了成就 有了锻炼 有了成长 那么怎么分享 我们这个创业 18年的 20年的 这个利益 我是一直在想 这是我可能是一个最大的责任和梦想了 所以这里边呢 你的伙伴 你自己去把握 你看 但是我还是建议呢 要善于合作 用更多的社会资源 来为你所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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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